我是Zessy,前夕几圣,组织多谋 今天我来到雨林地图,挑战用手枪斥击 开局我就直落天堂度假村 这可是单人四排,我需要尽快武装自己 不然的话,在这危机四伏的雨林中 落地成河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情 迎着敌人的脚步声,我搜索到一把P92 这是我拥有了和敌人一战的资本 虽然打手枪我不是专业的 但钢枪我可没泡过谁 发现目标,兄弟,我在这边,你看哪呢 利用墙处当掩护成功击倒目标 嗯,他的队友赶来了,我闪身来到墙后 兄弟,就让你再活一会儿吧 待我治疗完毕,再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治疗完毕,我直接冲出 嗯,兄弟,你这个锅不错 但不知道他能不能救你第二次呢 哎呀不好,P18岁,我利用掩体不断还击 敌人并不知道,我子弹已经不多 我不断点射将他逼进房内,我转身战略性撤退 不知道,如果这位人熊知道,我枪里只有三发子弹了 他会不会找个面条上吊自踩了呢 经过一番搜索,我再次反身杀了回来 我躲在角落,静等鱼儿上钩 他们来了,我果断出手 不好,他们是三个人 我没有召集补枪,红点瞄准进,紧盯敌人藏身的位置 他出来了,我迎着毒圈将他击倒 这一刻我有些庆幸,还好现在毒圈机制改了 不然,我恐怕就要在这毒圈中魂吸归去了 治疗完毕,我没有管还在苦苦爬行的敌人 我寻声而去,跳步而出 兄弟,小狼队友没有错 可是你问过我杰西没有呢 我刚换上西式手枪,敌人的增援就到了 没有丝毫留恋,我转身离去 挥一挥衣袖,我带走一片云彩 哎哟,兄弟,你爬得挺快啊 你也怪累的,就让我送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进入安全区,我开始治疗伤势 看到收获三杀的提示 我知道这一支四人小队只剩最后一人 听声音,敌人就在这间房子里 兄弟,既然你不愿出来跟我钢枪 就别怪我杰西心狠去供楼了 我绕到房间后面,悄悄地靠近可疑区域 嗯,三级包 兄弟,你藏得倒是挺好 可惜三级包出卖了你 下一次想当伏地魔,还是换个包吧 浓雾慢慢笼罩着这片土地 决赛圈也慢慢缩小 我静静地趴在房间中,静待敌人上门 嗯,树下有人 我立马起身红脸谢氏一缩带走 被浓雾笼罩的雨林充满危机 我没有贸然去补枪 而是继续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出现 兄弟,你倒在我的枪下就是有缘 至于死不死,就让老天来决定吧 显然老天并没有站在我这边 因为我没有收到击杀提示 我只能继续枯燥地等待 很快,敌人就只剩三个了 只要他们不一起冲过来 这把吃鸡问题应该不大 敌人出现 他进屋了 我并没有着急出手 毕竟敌民我暗 嗯,这边有人 我再次起身射击 他的走位略血风骚 竟躲过了我的子弹 我知道我已经暴露了 是时候展示下我狂战士的勇气了 我失败了 打赢了四人小队 却输在了一个人的手里 我只能说 兄弟,手枪我确实不如你专业 我是杰西 我还会回来的